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今天台股市小跌了60几点 但是大家有注意到吗 外资在期货的多单上 是多加了100多亿 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期货市场是比现货市场晚15分钟收盘 所以外资等到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台积电的10月营收 2432亿创下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哦 真的市场都很讶异 知道台积电10月会好 但没有想到这么好 因为台积电第三季的法说已经告诉大家 第四季营收会继续往上跑 没想到10月就创了历史新高 似乎也在预言着整体半导体的供应链 真真切切的在复苏 尤其像这样的成绩应该是有集单 是什么样的集单 是AI吗 好 大家充满了想象 因为今天广达也公布了第三季的季报 营收虽然跟去年同期比是衰退的 可是毛利率 营益率 EPS 全部上升 难道也是因为AI吗 今天要好好的来解读了 所以话不多说 欢迎今天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国宝级的技术线行大师 杜金龙杜大师 好很多人都在猜 今天的来宾是谁 因为昨天钟总已经来了 今天就是杜大师 这是有用意的 为什么 因为杜大师上次来就特别点名 他最看好的台积电 广达 两档公司都在今天出现了好消息 这让杜大师今天的心情也非常的开心 而且因为他看到央行总裁杨金龙有说 台股好像是比较保守 要攻到万八不是很容易 而且还呼应鲍尔说 升息循环没有结束 所以他决定今天来PK金龙 他觉得他是乐观的 好我们等一下来听听杜大师怎么说了 第二位也是好久没有来我们电视版的产业队长张杰 好张杰队长这个时候来要来教大家什么呢 因为今天盘面上有一个族群 有点戏剧性就是升息股 合一连续涨了好几天 今天涨停板打开 刷一下子跌下来 最深有跌到5%这么多 升息股常让你觉得 哎呀好刺激好像云霄飞车 不过今天队长来会提醒大家 升息股有很多利多 其实季报好的有很多 还有11月的月底有升息展 未来升息也是政策扶持 怎么挑有的像云霄飞车 没错喜欢标的有的选 但是也有非常稳扎稳打高值利率的 今天队长会教大家 好首先有请我们的金龙 我们的金龙是快乐的是乐观的 这一阵子这一阵子 被你说中了因为上次你来 你有说你现在最主要持股 就是台积电跟广大 所以节目单位特地就是约你今天来 因为今天营收全出炉 台积电创下历史新高的月营收 所以你要跟我们 杨建龙总台PK一下了 再来广达有好消息 看起来AI有机会主顶向上 对因为最近大盘 涨上来以后 整个这个AG也慢慢的公布 那我也记得我昨天用半夜夹 看到报额后他每次晚上都有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发表言论 那每次美国长大概四五天以后 就会发觉他那个言论就稍微 比较来得硬派一点 就会跑出来 这一次也是一样 就说这个通货均收好像没有到那个2%以下的保握 所以他认为这个利息 暂不这个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说暂停或是那个升息 所以让美国股票市场 昨天有比较大的一个回答 就是我们大概再报了 那再来的话 这位杨军龙跟我同名不同姓 我稍微比他连长一点点 是杨军龙 他在立法院人家问他会立 问他立立 他有一个立委就问他说 这个会不会到万八 那他可能被逼急了 就说这个到万八的话 可能要记高思维 其实在股票市场 我们经常有八个字 一定可以记起来 逢低买进 逢高卖出 永远都不会错 那央行的话应该回答什么 你知道台币升值 股市容易涨 台币贬值股市容易跌 你这样回答的话永远都会对 你去教人家一下 我现在是没有给他说 这个杨总裁这八个字就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大盘 连七宏完以后今天小黑 那这一波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从10月31号 这个低点 我们就把它当作这个总统选举行情 在展开当中 那在整个信息上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这一波跌了1487点 反弹0.5的位置已经够了 0.618的位置大概在16899 那就会去碰到这个前两高的一个高点 那你如果在这边 你只要我们看到我们过了16825 这个整个大盘就会翻上来 因为我们一般的现行就是一高比一高低 那你只要过这一高 完以后就会再挑战这个或是有机会在这个 那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总统选举行情有45天 有20%的一个预期这么乐观 所以我认为今天小湖拉回 这个盘式的话无伤我们整个这个11月12月 这一个所谓总统选举行情 所以我今天等于对于整个盘式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它是涨都稍微拉回 而且拉回算有拉向线 尾盘又把台积电拉到那个收盘价 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 好比较健康的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今天乐腾腾 刚结出来的营收成绩 对到赵娃今天非常新闻的讲台积电 我是为你开心 还好啦 因为房市长大家都开心 夜增年增都不错 那最主要是一到十月份 他年减只剩下3.7% 我记得3Q法说会 那时候法说会晚宜 那不是有大跌 那天大概到那个560块 那那时候大家很多人都认为 他整年度连营收会衰退10% 那这样一到十月份只剩下3.7 理论上11 12过完以后 他今年应该会 这个就晚上营收会不会那么差10% 这是我们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营收增加幅度 大幅增加 那再来的话 大概今天晚上 我以后各个证件商会把这个EPS 要熬夜了 要熬夜了 熬夜开始写了 因为我们记得他3Q完以后 这个4Q大家认为只是稍微保守 那明年1Q是最低 可是到明年2Q 3Q 我一直把台积电当作到明年3月份结束完以后 整个会涨 因为我们的掌握的资料是4Q里面 EPS大股成长到13块 那这样的话你现在的营收就已经超乎疫情 理论上如果没有错下礼拜 很多研究人就会统统把这个东西估上来 这是我们的疫情 那我们来看K线 其实台积电的话 他从504 516 527 有没有 他其实在大盘在盘底的时候 他已经有在串心高 底部有在垫高 那他只要在594这个高点一够完以后 那整个台湾的大盘就会被他带上来 因为我们记得 去年在大盘在17700点的话 台积电那时候在602块 那这一次他只到594 所以我们认为在礼拜一可能 这个利多的话会让台积电晚上再去突破 这相对的一个高点 那会不会带动整个台股攻破16825的一个压力期 好 不过当然也要提醒大家 因为10月这个成绩真的是有点提早来了 应该是有机单 11 12月还要再看一下下 只要那个黄仁鲜都出来 那个夜市几床就有 每次看他出来到夜市去 而且他昨天穿短袖 不是皮衣 对啊 就比较慢慢的接近台湾的地气 而且他经常去吃那个夜市 我也是喜欢吃 也是因为我们台湾年都很喜欢吃的 很期待着这个现象 你应该去找他要糖葫芦 这边在发糖葫芦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两边出现 讲到黄仁鲜回答 对不对 回答嘛 因为这个效应的话 我们今天看到报纸 他们要发这个特殊款项给大陆用 那本来这个是一个利多 今天好像这个伺服器的股票 因为前两天有涨过 所以今天大概都压毁 还好啦 就是说压毁的话 不像前一阵子说砍尾盘 像说尾盘的尾串 有用大单把它拉上来 没有过 那这个技嘉正正值 有拉上来 他最近是网说 网友就是很多研究报告 写说不如预期 所以相对最近 相对卖压比较大 那管达今天也公布营收了 大概EPS有比一起来的好 这时候大概有 那在我们的这些散热的 还有PCB 最近AI这个伺服器 卖压比较大 网友法人有时候忽多忽空 那可是相对的PCB这边 前优就跑到这个PCB的华通 金像电 金像电 建准这些 大概我们的前优说 你这边不行 我就跑到另外一边来 做轮掌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个云梭公布的时候 陆陆细细 有会看到 有的人就会力都不长 可是整体来讲 因为大盘 我们认为大盘 要慢慢的走高 所以大概杀伤力 就不会像前一阵子 这个AI被砍成这样 是我们对这个题材的话 另外来讲 我们现在AI最主要是说三大法人有的是忽多忽空 那借鉴放空的会很多 尤其像广达21万张最多 所以你的所谓的这个营收 有时候是把它沽得太乐观 完以后它其实真的是很好 可是说不符合预期 所以整个股价做一个修正 好 这边有特别提到 借鉴放空是否回补 很多人在空AI股 对 好 这一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 因为一般来讲 借鉴放空的人 有时候看个性 因为像我记得有一个 我认识的人 他每次跟他讲他一定说要去空哪个哪个 那像我一辈子是比较做多 好 做多为主 做多为主 那每个人个性都可以 因为做空是以后的多头 做多是以后空头 所以这个无伤 那我们认为这个 我们刚才讲话说会出来以后 所以说第三季财报 第三季财报的话 其实它营业利益跟 那个毛利益 营业利益 比上一期稍微不好 可是跟器人同期比较都很好 那最主要是他的EPS 3Q的话是三块多了 他里面有讲说 有一部分是会对的收入 二十几亿 会对收入 整人度大概五十几亿 那其实他一到前三Q来讲 七块六 已经比器人的七点五 他要标了 那我们那时候拿这个资料的话 我们经常讲这个是凯基的估计 原大的估有没有 大概都已经估11块15块 所以这个已经符合法联的益起 今年大概会赚一个资本额以上 那当时我们认为你这个EPS 如果后联14块乘以20倍的话 大概就会到这个目标价以上 那再来的话前一阵子是投信有在做卖钞的动作 也可能ETF在卖股 连砍了好多一直砍一直砍 砍完以后 有 那另外有一家我认识的投信的话 主管他认为说他一定会留管达 所以这个还不错 请他坚定 坚定 而且我赞成他一票 好你赞成他一票 今天打电话问候他 对 问候是说你假的 这个时候他的借鉴换空是比较多一个 所以搞不好这个能搁空成 搁空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厂业的这一根 突破完又208突破完又 他就是那天整个把他打下来 让整个AI的一个气氛下坏 就是这一根 完又现在已经收复的话 如果拉回不跌破这个208的话 那整个气氛就上了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广达能代表AI的一个代表作 那他只跌完又整个会把AI在打底当中把它带上来 好 广达在AI里面 我觉得他认同度是高的 董事长林百里也常常出来帮大家提振信心 但是伪创在法人的眼中就比较分歧一点 对 伪创本来是刚开始是一个龙头 那因为他短线长太多玩意 你看刚才广达是跌回33% 你看到伪创是回了45% 相对比较 几乎腰斩 他他的获利也是稍微比管达差一点 那一般来讲他另外上次的话 最主要是说因为金领高节有稍微调股票 所以他这一次从160几修正到88 他也是在打底 他打底的话你看到他已经 而且今天特别拉尾盘 今天特别拉尾盘 而且大单大概我记得如果没有错 应该是五千多张 所以来讲88.7 这个平台如果能弄完以后 那他借鉴换空稍微比较少一点 那有时候投信买 有时候外资买 所以我们这个AI的股票 有时候相对 就是说这个三大法人 不像前一阵子一直大家都买钞 那最近有时候你买我卖 大家互相在那边对坐 所以说我们大概伪串的一个股票 所以其实AI三支股票 像管达伪串跟技嘉 其实如果说同步不止的话 那对大盘推上来的一个作用 就会有 因为这些AI股都算全职股 所以对大盘会有影响 不过刚刚也特别听到 有一些流到了所谓板材类 对不对 对没有错 PCB的话其实这一阵子 尤其像今天报纸 我们都看到他出这么大的量 而且大盘底的话 他也有流上影线 可是他今天这一支量的话 就代表说他已经要去 化解这个68的一个套牢区 60.8 那理论上我去查我最长期的 这个华通的准势 这太夸张了 对对对 我特别跟大家讲 因为他要过这个 今天这一根藏红碗以后 如果过了这个68块 大家看一下他就海阔天空 那我就特别去查这一点 民国91年3月9号的样子 有这个压力期在这边 许香队 那另外来讲的话 因为他法说会晚以后 N大跟凯基的这个EPS 我已经把它跟整了 大概都晚上大概调了 差不多10%左右 本来就3.5% 调了3.81% 所以罚通这个罚说会晚以后 大家认为整个一个AG都有 所以你看到他的股价晚上上来 所以我们大概对于这个PCB里面的一个看法 那一到上半年已经赚了1.4%左右 所以这支股票本来就是相对我个人就很认同的一个好股票 是好他也算是产业有龙头地位的股票 好那再来的话今天不只带来AI 还帮我们把盘面上现在有些热门族群扫了一下 对就是说你的营收 YOY那个MOM有比较好的 因为每次10澳 当然大家都要问这个营收 那像明天我都会看整体营收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看到现在有几支我大概每天在看盘的话 10澳 记忆体 还有栗珊健身的 因为传产股以前是那个中芯店 那记忆体这个华带以前 风侧 红侧 那福联有没有 昨天两个研究报告 都有写一个报告 那文业 就莫名标到不行 IC通路 这个有时候真好做 合并加公司就可以涨那么多 那大家都不要做事 专门在合并公司 就比台积电那么辛苦 那这几个大概就是我们讲的 它的业营收 还有这个MOMQOQ YOY的一个幅度 大部分营收这种年月双针 还有华泰十月小小的月景一点点 都还蛮亮眼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支 连接线 就是昨天很多那个凯基 大家都写研究报告 那它的这个业绩也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11块 18块 那它也是这次落底完又 做一个大幅的成长 而且开始刚开上来 那整个一个K线图里面 在这个连接器里面 或是车用零组件里面 算比较好的一支个股 那它整个现行的话 也在这边盘了蛮久 大家也可以考虑 看这支股票在整个大盘 在涨的时候 把它列入考虑 因为车用这阵子 也休息了一段时间 对 所以如果随着营收 或是季报结出来 不错的话 也许车用零组件也会有机会 因为TESLA本来年初 遇到涨了大概100%左右 那这一阵子大概回了25% 让很多的这个 所谓车用的相关零组件 就这一次有比较大的回档 所以人家认为说 你那个TESLA 你这一个股价已经跌了25% 你要不要好好去考虑一下 那如果有这种很多的相关类股 都被带下来 那如果说大盘 我们大盘要涨的话 这些跌生的股票 理论上也应该会有反弹的空间 好 这边非常谢谢杜金龙杜大师 因为毕竟近期台币还是算比较弱势 对其美元的话 所以我们的央行总裁比较保守 也是情有可原 可是因为我们杜大师 是有研究财报 基本面 也有研究技术现行 他有发现 今天台积电的营收创新高加持 广达第三季的季报 也相当的亮眼 这些都让下个礼拜的台股增添了柴火 有机会往上攻 当然我们都希望晚上包尔不要再来乱 只要美股只稳 其实现在台股的基本面状况真的很不错 如果伴随AI半导体复苏的话 我们真的选举行情是可以来做一个期待的 好 广告回来 既然讲到选举行情就不要忘记 有一个族群叫做生计 但是这一波涨涨跌跌并没有明确的表现 只有合一最近冲出来 可是震荡也很大 产业队长张杰现在来告诉你了 这个族群真的还是不能错过 因为很多季报很亮眼 月底有一个大型的生计展 也会是一个股价推波助澜的助力 我好想加入荣耀班 但是到底加入的步骤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听赵华来告诉你了 好 不管你是手机或是电脑的系统 记得先进入到我们YouTube来搜寻理财达人秀 好 进入到我们理财达人秀的主页 找一找有一个加入的按钮 找到这个加入的按钮点下去 会看到300壮士荣耀班 再点进去它会请您输入信用卡的 资料来完成我们的订阅哦 输入好之后就完成了 但是这边赵华要提醒大家了 如果你是用苹果手机 就是iOS系统 因为一个税收的关系 本来定价300会变成400元哦 所以会建议如果用苹果手机 不妨还是用电脑版来做一个加入订阅 可以省下100块钱 这边赵华也要温馨小提醒 因为可能很多人 你有好几个YouTube的账号 所以不管你用手机或电脑版加入 请记得你当初加入的账号哦 免得你切换账号的时候 你会一直跟我们反映你看不到 所以记得要原本你加入的账号来收看 最后赵华还是要呼吁大家 一起加入我们的荣耀班 支持理财团秀 也支持赵华为你的财富加加油 我们一起迈向百万订阅 好虽然台湾第三季的季报结出来 十月一收结出来有很多很多的好消息 但赵华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 鲍尔不要出来乱 因为我们跟美股还是有相当大的连动性 那鲍尔为什么要出来乱 就是担心通膨下不来 这个时候一提就要回到一个产业身上 叫做生技股 我们都知道生技是不太受到景气影响的 因为不管景气好景气差 有没有通膨生技的发展是永远不会停止 我们对药品的需求也永远不会降低 所以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 因为毕竟生技族群算是 季报还不错 可是目前涨幅都不算高的一个族群 到底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呢 但是如果要选的话 有些生技股 波动好大 像合一会怕 有没有更稳健的标的 这就要请教 好像真的很久没有来我们电视版的产业队长 你都在我的podcast 都有来啦 对对对 约就来 约就来 好 也要来电视造福一下我们的观众 对不对 其实生技股的题材都不缺 只是涨势好像都不太连贯 到底有没有机会 在这个生技展的前后来一波 因为它也是政策加持的 怎么会没有像其他的股票那么热呢 OK 那其实这个部分 赵华讲的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之前因为行情不好 或者是说集中在这个AI 这个唯有这个四人 那叫什么 万般皆下品 唯有AI高 是 所以那个时候 focus 当然你说什么半导体啦 苹果概念股 你看发表新机啦 什么景气付出都无人闻问啦 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整个台积电在法说会 甚至刚刚提到的这个营收 是 我们的库存 我们的这个升息 整个总体经济跟产业面 告诉我们加上选举题材面 这个大盘要往上 基本上呢 类股就会进入轮涨 所以第一个 只要确定大盘往上 什么股票都会涨 那什么股票涨最凶呢 执政党的生计概念股 或者选举概念股 这是很容易被联想的 好 你再多 再有钱 再没有钱 你再 你没有钱吃饭 你都是要吃药 所以生计类股绝对是 进入到选举 或者是刚刚赵华讲的 年底的这个生计 11月底的 11月底的这个生计展 不可或缺的一个 你必备的一个口袋名单 是 那当然 生计类股最近开始有题材连发 对 例如说6901的钻石生计 跟日本的这个大和生计创投 一起来建立这个跨境合作 这台湾的一个钻石生医 加上日本台日友好 这个大涨有一个领头羊 钻石投资6901 第二个部分 生计论坛是11月14号 是 11月30号的这个生计展 不管是精准医疗 智慧医疗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摊位 比驴展还不行 这个不相伯仲 不相伯仲 所以你要吃东西 你当然很多人 尤其我们人口老化 或是全民这个喜欢保健 再来钻石投资的这个台日合作 加上合一 中天合一集团的这个 所谓的糖尿病伤口溃烂药 取得这个中国大陆的药症 所以几个生计类股 开始有点感觉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进入到 你真正喜欢擅长的哪一类股 那队长今天来教大家做操作策略 还有所谓的爆发型成长型 那当然最简单的 六大分类 今天队长来告诉你 举凡医材 保健食品 医美 新药 学名药 原料药 这个六大是基本的分类 那第一个 医材是刚性的需求 例如说股丁、血糖剂 或者是所谓的子子的这个放射仪 或者是X光机 再来保健食品跟医美 这三个基本上呢 有一些是比较稳健型的 那例如说保健食品 不管你有没有生病 B群总是要啦 什么这个眼睛的那叫什么 金掌花、叶黄素、血压、血糖、血脂 有三高 你看这个大家都在笑 你不可能没有吃啦 所以这个保健食品 基本上也是刚性的需求 那医美更不要说啦 艾美怕死 这个都是 这就比较有爆发性 因为有一些要耗费很久 例如说这个 最近有些减肥药很有名啊 那它的市值 这个诺德药厂 它的市值就已经到这个全国最高嘛 那当然新药就比较有爆发性 当然就是一翻两瞪 举例 我们举例曾经这个市值千亿的浩鼎 是 浩鼎它曾经这个三阴性乳癌 后来解盲失败 这个转角欲到 艾变成转角打牛賽啦 一戏崩盘 那当然玄明药跟原料药呢 就是原料药是提供给 玄明药跟新药去制作原料的 这很容易去理解 那玄明药跟新药有一点不一样 就有一点像是说 这个专利到齐 专利到齐像是普拿藤 谁都可以做 这个部分就比较是玄明药跟新药 好 那当然 稳健型跟爆发型 我们今天都有很多 特别的公司要来给大家来做研究 例如说这个大疆 做面膜啊 或是葡萄王 举例 你没有看过大疆品牌的面膜 可是它是代工的龙头 有一点像是面膜界跟生衣界的 这个所谓的台积店 例如说跟这个赵华一样美的 这个蔡依林 为什么你想这么久 不是 因为有好几个 我要讲一个 例如说那个小龙女 跟柯震东演戏那个小龙女 我突然忘记名字 好没关系 他们两个自己有做一些这个面膜 都是找大疆代言的 是是是 看到美女会紧张 这个请大家原谅我 那像葡萄王 义俊王 或是灵芝王 这个都是老牌子 所以这个是有EPS 然后呢 是很稳健的 你喜欢稳健型的 你就找这种 好 那当然爆发型就 你看这个cheek 6446 药滑药 就是飙涨 然后呢 不是腰斩 是膝盖斩 这个药滑药 它的震荡非常非常大 震荡幅度很大 那最近很热门的 四七四三合一 等一下我也补充一下 那当然原谅药 学名药的部分 像是这个去年 也是获利大爆发的1795的美食 那它的这个Lila Ladova 它是做血癌的学名药 那学名药什么意思呢 刚刚已经提过有药到齐 本来这个血癌药 它有150亿美元的一个 一个销售额 那到齐之后有三家 可以来做所谓的挑战P4学名药 美食就其中一家 但最近股价比较不正 这个我们等下就来解释 所以稳健型跟爆发型的 我挑六档 那这个我想青菜 萝卜各有所好 那第一个 当然是找龙头 华硕集团的金硕 这个是呢 前三季EPS是15块多 年减一点点 因为它是稳健型 那营收是年增 随着产能的开出 基本上呢 隐形眼镜也是刚性的需求 我说爱眉怕死 那每一个女生本来的这个 眼睛的颜色 喜欢这个七彩的颜色 日抛啦 月抛 然后呢细水胶 你本来只能带六个小时 是 因为透氧绿的关系 所以很多这个 隐形眼镜台湾很厉害 那我讲一个补充 双十一也准备要到 太可怕了 是 真的可怕 我今天已经看到很多网站在特价了 已经在预购了 不得了 太可怕了 对 那很多中国大陆的这个微商 他们基本上都是找台湾的品牌来代购 所以呢像彩抛日抛的前几大 这个大陆的销售前几大 淘宝的前几大 还是找金硕代购 那葡萄王他营收也是持平 因为我说也稳健嘛 所以这个部分就比较持平 但是你看他营收也是大概就个位数的成长 那技术现行都很低档 等一下我们会看 所以稳健的部分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进可攻退可是 那陈业一也算是呢 今年算是他介于稳健跟爆发中间 你说他是不是衰退EPS呢 但是他因为他是做肿瘤设备的 例如说这个直指的一个正指的设备 那进入到各大医院 所以队长挑的这三个都是龙头 那再来美食康佩跟合一就比较爆发 爆发型 对那美食你看年增三成 有没有 营收年增两成 那康佩是没赚钱 可是呢 他是台湾唯一做所谓的 跟减脂可以PK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减脂针 那一般来说的话呢 大家知道要对抗体脂肪 最快速而且暴力的方式就是抽脂 其他的部分都没用 例如说什么冷冻啦 会有副作用啦 所以康佩为什么前一阵涨到500块 因为他的第二期解盲是过的 他不用躺进去8个小时 然后不用什么还抽啦 不用手术 他打针 哪里有脂肪就打哪里 是 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是很多人期待 是 这个部分是康佩 我相信这个今年很多人不陌生 从上新贵100多块 元大主办的 然后呢到最高490几500块 那合一呢这个部分 树壁医药很好记 10月9号通过中国的药监局 中国第一次通过天然 天然植物新药 台湾的新药最厉害的就是植物萃取 因为你去比那个化学合成 什么滋芹啊 但是这些原料药 美国已经几十年几百 我们比不过他们 我们就是中药 或者植物比人家厉害 那这个部分很有趣哦 中国大陆有14亿的糖尿病的人口 是 然后呢有800万 会有这个所谓的逐步溃烂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后病发症 对 所以这个市场 有人在预估说 核医如何能够拿到中国的药证 是 那未来 例如说 当然不会那么快就拿到药证 然后马上卖嘛 他要教育 未来的三年后 有的预估EPS是13块以下 是以上 所以我说爆发力很强 但股价真的震荡太大 是的 那我们顺便来教学一下操作 那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我们杜大师在 这个部分很简单 这个技术形态上来说 遇到这个前波套牢卖牙 是 所以遇到这个 尤其像这个是所谓的年限 他平地一升雷 有价有量 法人买超 往上供 对 供到前波这一群人 套到不要不要的 他套了这么久 基本上就是要解套 所以前波套牢卖牙 大家不要太过紧张 当然你也不要太过期待说 合一好像获利要爆炸 我说了 这个东西你的数比一拿到了 中国大陆的药证 需要慢慢的让医生去知道 然后慢慢去推 所以这个你要长期抗战 那这个已经确定 形态确定在涨了 基本上就是回后买上涨 基本上这一招我觉得可以用 好 那缺口不要补 在这个长黑棒的这个部分 有价有量 我认为这是可以研究有爆发性 是 那当然你不喜欢爆发性的呢 没有关系 这个也有爆发性 它跌很深 是 庭院深深深集许 之前真的很有爆发性 对 那跌很深的原因呢 第一个他的大股东 今年伸让很多股票 对 而且让外资在盘中卖掉 所以呢 队长在这边 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是 大股东卖压是最可怕的事情 好 大股东可以不要这样吗 没有办法 因为人家获利 他可以盘后转让 OK 例如说今年有仲达 是 那之前有前妻 或者是说长龙集团的 是 Anyway 但是他今年的获利 其实是不错的 是 好 那大家也不要担心 他底部打出来了 最近再回来 这个205前低不破 是 他开始滚量做 一字盘的整理 横盘整理突破线 他就会发动 是 好 所以所有的 卖压 筹码 空方 甚至投信在这边 升七七 这是什么 先买再卖 对啊 做短线 对 买了 上来骗一下 然后呢 马上就给你 连后继线了 所以 这个 基本上 大家就 耐心等待 打一个W底 不要急 他是有爆发力 但是 也是大涨过 是 OK 他第三季季报出来 我觉得似乎跟法人的预期有点低于预期 有点loss 所以投信也卖 是 那当然 这个部分 这个就我觉得 低档整理很久 占上所有军线 然后第四季又有局部类类 像北医啦 是 或者是像彰化基督教医院 这个子子治疗跟MRI 基本上它是楼头 是 而且很多医院都用 你不用去质疑 如果说你说什么诊所用 什么赵华诊所用 队长诊所用 那不行 他是全部各大教学医院 是 各大这个大医院 像是台塑也引进很多 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check 然后你就等到他进来的一个营收 好 那当然 这也是都没涨 他本来是很稳健的 是的 怎么越走越低啊 也不会啦 其实你觉得走很低 他也不过就今年 就从这个去年的高点 然后修正的这个两成 对 那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 茯种这个直销啦 或者是说大家前几年 因为关在家里 保健食品狂吃 所以囤很多 我家里很多叶黄树啦 B群啦 什么钙片D3啦 太多了还没吃完 所以现在再整理一下 但是它是开始有一些 例如说马来西亚要去跨直销 要去跨代马来西亚 然后呢 中国大陆啦 因为中国大陆 状状状况也不太好 但是中国大陆的代工也慢慢回啦 是 那这个也是 刚刚那个是还没浮出水面 这个有没有 双十一 好 然后呢 它在扩厂 然后也站上所有均线 所以很简单 站上所有均线的 是 例如说像合衣就比美食好 然后呢 金硕就比葡萄王好 那当然有搭配动能的 像是陈叶衣啦 或者是像这个 我刚刚红标起来的 法人预估明年 日本也爱漂亮啊 中国的人也爱漂亮啊 然后呢 开始有在做隐形眼镜的品牌跟代工 其实如果大家有在这个收购 或者是东区附近 金硕的眼镜 其实都卖得不错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有爆发型的 有成长型的呢 希望大家很有帮助 好 这一波是不是量能比较不够 所以照顾不到生技族群啊 我觉得这个时间问题 是 例如说大家先focus在解套的AI或台积电 那时间到了 开始一个一个回来 像手机的PI啦 或者是相关的很多 慢慢都会有量进来 那这就是有机会这样子 好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我们 好 非常谢谢产业队长张杰 好 所以我们从张杰队长的解说看到 其实生技股真的算是 股价位阶比较低的 就算合一最近连续往上冲 也不过是撞到了前波的套牢卖压区 在年限的附近而已哦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现在技术现行上 稍微有做突破的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代表买气也比较凝聚 一些啊 当然如果你想要买在线下的 也许你要花点耐心 因为这也代表他们的价值浮现 毕竟这些比较属于 价值型的生技股 获利都还蛮不错的 殖利率也都有一定的保护哦 好 非常谢谢两位来宾 在礼拜五的晚上 帮大家做了解读 尤其今天在财报上面 不管广达或台积电都有好消息 我们很期待 下个礼拜台股的表现 尤其是刚刚队长也有提到 现在产业族群一个一个轮动 如果持续轮动下去 那这波行情就有机会走得比较久了 那希望今天的台湾秀 对您投资有帮助 我们下周再会了 拜拜